十七名美国青年 2020年1月访问台湾 以洛杉矶市长青年大使的身份 体验台湾总统和立委大选过程 他们在一周内访问两大政党 学术机构和中央选举委员会 还见证了造势和投开票第一现场 回国后大方分享所见所闻 我真的看到 人们在台湾在台湾的国家 没有在台湾的国家 ener briefly engaged is a really huge value uh that's shown through being able to vote, go to rallies, just campaign um that political engagement is something that I never really got to witness in person till I was in Taiwan you know they were just they impressed me they just had so much to talk about a lot of things they were so well informed they just were very educated i met a student who already had her nursing 洛杉磯市長賈希迪2018年成立青年大使計劃 提供家境清寒的大學生出國參訪的機會 增加國際見聞 目前資助130多人 出訪包括埃及 日本和法國等國家的城市 台北是第七個受訪城市 主秀政治學的學生羅培茲 原本就對國際關係深感興趣 來到台灣實地走訪後學到更多 他们里面的孩子告诉我 大概八九成以上 都希望成为一个 服务利他的一个 公共的事务的 这么一个 未来他们的事业 那我觉得这方面 不但是让他们 对台湾有个认识 同时可以改变 17个孩子 他们的整个人生的方向 朱洛杉矶经文处长 朱文祥也送出 给17名青年大使 乐见他们增添国际事业 回馈人群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